而如今不管眼前之人是孟浩又或者是第九至尊 仔细一想真的不重要了 只要对方具备盗墓 只要对方可以施展盗墓 那么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是也得是 不是也得是 这一点掌教老者明白 所以叹息 那七个九人至尊也都明白 所以复杂 而孟浩同样明白 所以他在睁开眼后 对于这四周之人的杀鸡没有丝毫神色的变化 只是将那盗墓在眉心中睁开 盗墓一出 一切危机立刻化解 你信也得信 不信也得信 此刻他站在第九祭坛上 看着苍茫派掌教老者 以及那七位九人至尊 孟浩也笑了 他笑容平和 没有丝毫之前的冰寒 抱拳向着众人以拜 此番多谢诸位道友 对于我苍茫派的计划 本尊定会全力以赴 孟浩含笑 话语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掌教老者听闻此话 双眼微微一闪 哈哈笑了起来 哈哈 来来来 你刚刚降临 对于苍茫派了解还不多 老夫 给你介绍一下 掌教老者笑声中 向孟浩介绍了一旁的七人 其中那位将孟浩买来的紫金长袍老者 名为上官红 这上官红含笑与孟浩抱拳 墓中有深意 孟浩一样含笑 如看不到对方墓中的深意 与这几人都一一拜见后 在掌教老者派人安排下 去了于这半颗星辰中 在这之前就位第九至尊准备的居所大殿 直至孟浩离开 掌教老者以及其他的七位九元至尊 脸上的笑容消散 而是化作了阴沉 彼此站在祭坛旁 遥望远去的孟浩 纷纷沉默不语 半赏后 那位上官红干渴一声 缓缓开口 那么 就这样了 他话语一出 四周几人神色复杂 没有实际的证据 无法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第九至尊 也并非没有 只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是也好 不是也罢 不揭穿还好 一旦揭穿 对我们而言 不利 耗费这么多资源代价居然如此结果 不如再次联系苍茫道 重新降临 那些资源积累了太多岁月 一时之间无法重新收集啊 况且苍茫道如今怕是也知晓了此事 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方法 众人开口后又沉默下来 看向掌教老者 掌教老者闭上了眼 片刻后睁开时 他目中又精芒一闪 只要他相助我等完成计划 那么无论他是谁 他都是第九至尊 此事以后不要再提 暗中留意就可 掌教老者说完 转身一晃 融入大地 欲回那火海龟壳之上 继续镇压 在他消失时 他的声音又一次传出 通告宗门 告知天下 准备恭贺第九至尊的仪式 掌教老者离去后 其他其人彼此看了看 都微微一笑 目中大都藏着奇异之盲 对于那孟浩 这些人的心中仔细地衡量之后 倒也说不上什么厌恶与杀疾 反倒是有些钦佩之意 一界之尊 与仙神以及魔界周旋 与死地还能翻盘 此人不可小看 没有必要招惹 心性狡诈 更有狠辣 尤其是果断决染 之前他的表现 若是稍微出现一些问题 怕是就会直接开战了 可他却直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那盗墓一出 实际上这场争斗里 他已立于不败之地了 诸位 就这么确定他是孟浩 老夫觉得 那第九至尊 或许也是如此心性 有人感慨 有人说笑 彼此之间话语中 这七人各自散去 这内星空的半颗星辰 此刻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孟浩在一位苍茫派弟子的 恭恭敬敬中 来到了那是独属于 第九至尊的殿堂 这里同样也是身为 九元至尊的闭关所在 整个大殿范围约十万丈 于这半颗星辰的北面 一片平原之中 乍一看 如同一座城池 气势磅礴 其中高山流水 湖泊处处 阁楼林立 如同仙境桃源 而正中心的地方 树立着一座高高耸立的塔楼 这塔楼下方是肃然的大殿 此塔之高好似直插云霄 放眼看去 这半颗星辰上 这样的塔楼一共九座 显然正是苍茫派九大至尊所在 此城之外有苍进之字 龙飞凤武 蕴含道义 书写的是四个字 第九至尊 这里就是孟浩此后的居所了 城池内还配备了十万弟子作为侍卫 这十万侍卫中有主宰三人 道尊其人 道主数十 至于寻常道境也有上白 愚者大都是古境与先境的修士 仅仅是这些人就让孟浩心头威震 苍茫派的底蕴 从这一幕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出来 除了这十万弟子外 还有这些人的同族以及弟子 林林总总整个城池中 实际的人数足有百万之多了 此刻孟浩盘西坐在第九至尊的大殿内 他的前方有十人恭敬的站在那里 正是那三位主宰以及七位六元道尊 那三位主宰很有意思 也不知这苍茫派的几位至尊之前是基于什么考虑 送给这位第九至尊的主宰侍卫 居然都是女子 这三位女子啊 模样都是极美之人 虽然身为修士 尤其是道境之后 就算原本样子再丑陋 除非是有特殊的癖好 否则的话 都会越发的俊美 可这三女的美丽 似乎是天生丽质的 很是不凡 若仅仅是这三位主宰 如此也就罢了 那七位六元道尊 竟然也都是女子 这就让孟浩这里内心有些诧异了 仔细思索了一下 关于那位第九至尊的记忆 渐渐找到了答案 这位第九至尊在苍茫外的苍茫道内 最为喜欢双修之法 拥有极多的炉顶 且修为越高的炉顶 越是可以让他生起浓厚的兴趣 而显然 苍茫派的那几位至尊 应该是多少了解了一些 所以才有了这些准备 只不过如今 却成为了嫁衣 孟浩神色如常 盘西坐在大殿正中 手里有一枚玉剪 在手中内把玩转动 这玉剪内有十万道命魂 使得孟浩不需要修为去镇压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决定 地九至尊城内十万人的生死 苍茫派 很有意思 孟浩心底难难 抬头目光扫过面前 这十个女子 尤其在那三位主宰身上 多看了几眼 这三位女主宰 其中一人如冰寒 双亦非凡 以孟浩的阅历 一眼看出此人的性格 受其修行功法的影响 多半也是冰冷的 另外一个呢 则是始终脸上带着微笑 温柔大方 在看向孟浩时 表露出恰到好处的尊敬 之前也是他在为孟浩讲述 身为地九至尊的权利 以及此番宗门为地九至尊 所分割的势力 至于最后一个呢 板着脸 看似严肃 可实际上 墓中深处 却藏着对孟浩的厌恶 显然他对于自己 被宗门派到了这里 从心中强烈的抵触 而那七位六元道尊 则明显忐忑居多 毕竟对他们而言 孟浩身为地九至尊 是高高在上 一言九鼎的 继续说下去 孟浩淡淡开口 目光落在那位 温柔的女主宰身上 除了十万侍卫 百万弟子外 内星空中 大人还拥有 极北方的 一片不小的区域 作为饲养兴兽的所在 而且在这圣星上 还有千万灵田 有上亿玲珑劳作 除了这些 还有一条地火脉道 那里是整个苍茫星内 三大丹器之巅 每一年产生的丹药与法宝 占据整个苍茫派 三成的份额 这位温柔的女主宰 微笑开口 声音如百灵 很是动听 至于苍茫星上 大人又有一处大路 名为苍茫第九宗 那里是专属于 第九至尊的道殿 也是苍茫派山门之一 拥有弟子数益 更有凡俗无数 整个第九宗 大人至高无上 任何事情 其他至尊 无权干涉的 即便是长教大人 若有须第九宗之处 也需大人您同意才可 还有 在苍茫星上 三百万城池中 大人拥有三十万城池的所有权 更拥有连同圣士阁 天人堂 以及万宝楼在内的 一百三十一家店铺所有权 这些店铺 在苍茫星上 一共有数百万家以上 除了这些 大人还拥有苍茫星外 附属的修真家族九十七家 拥有大陆六十四座 而这些 只是可以数得清的 也是大人直接拥有的 还有太多数不清的蔓延 属下 也难以计算得清楚了 这温柔的女子轻声开口 而且大人麾下 还有五位八元至尊 十位七元至尊 驻扎在各个区域 如今 正在归来拜见的途中 孟浩听这位女子 一一诉说 即便是以她的定力 此刻也都心神有些恍惚 她也没想到 这位苍茫派的 第九至尊 苍茫派居然给出 如此多的财富 而这些 只是整个苍茫派 台面上的 总体势力的 一成作用 那温柔的女子再次开口 看向孟浩的目光 依旧是柔和 没有丝毫变化 哪怕孟浩此刻 似乎有些恍惚 至于那冰冷的女主宰 此刻依旧冰冷 唯独那眼中藏着 厌恶的女子 除了厌恶外 更有轻蔑 不过她隐藏得很好 最起码 她认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片刻后 孟浩双眼微微一闪 苍茫派的势力 她到了此刻 渐渐有了一个 算是清晰的轮廓了 那是比山海界 不知庞大了多少倍的 庞然大物 与仙神大陆 摩戒大陆 同列为苍茫中 三大巅峰势力 如此看来 仙神大陆与摩戒大陆 之前与我一战 的确是没有用出权力 或者说 有一部分存在 选择了中立 孟浩沉默 闭上了眼 扮上后 她双目睁开时 平静地看着眼前 这十个女子 一挥手 又闭上了双眼 那三位女主宰 同时低头 与七位道尊 相继离去 在走出大殿后 各自散开 回到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居所 整个第九至尊城 很平静 似乎有些压抑 使得居住在这城池内的 十万修士 大都忐忑 内星空也有日月 渐渐的夜色降临 整个天空化作了漆黑后 可以看到繁星点点 四周越发的寂静时 大殿内的孟浩睁开了眼 她沉默了片刻 缓缓地站起了身 一步走出 身影消失 出现时 已在了这第九至尊城大殿上 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楼上 站在最高的一层 有风呼啸而来 吹起孟浩的长发 吹舞她的长山 她站在那里 俯视整个第九至尊城 许久抬头望着远方 一股陌生的感觉 在她的心底浮现 这里的城池陌生 这里的山河陌生 这里的人陌生 这里的星空一样陌生 这种陌生感 让孟浩有些孤独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坚强的 可此刻回想山海界的一幕幕 回想那一片血海 回想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化作了凄厉 她的身体渐渐颤抖 她曾经以为自己的道 是自由自在 是如一条旅程 任何困难 任何艰辛 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风景 看过 卖过 路还在前方 可如今 当山海界毁灭 当一个又一个人死亡 当鹦鹉与皮洞 拼了一切换来自己的心声时 她做不到 将这一切看成是风景了 如果真的是风景 她宁愿徘徊在这里 永远的不走出 沉默中 她的心在刺痛 她的身上此刻 皮洞化作的铠甲 早已被她小心的取下 放在了橱袋内 许久 孟好深吸口气 好不容易 将心中的 这股情绪压了下来 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去 当我回去时 我将带着你们 杀出青关玄 让山海界 重立星空 而我 也会用一切办法 让消散的你们 重新归来 孟好眼中露出绿色 许久 才慢慢内敛 化作了平静 就连她 目中的红 也都散去 若不仔细看 看不出 她的瞳孔深处 藏着的 妖艺的赤芒 我的浑灯 全部崩溃了 而如今 这盏青铜灯 成为了我的命灯 孟好 喃喃时 右手抬起 她的手心上模糊 渐渐的 青铜灯出现 散出 古朴 沧桑之意 而我的身体 也在 苍茫派的 那些天才地宝下 被这 青铜灯改造 成为了 适合 此灯的身躯 孟好 若有所思 凝望 青铜灯 灯是点燃的 而我可以感受到 这盏青铜灯 一样需要熄灭 当即熄灭时 我的修为 我的一切 将会暴增 我能很清晰地预感到 那一刻的暴增 是按照 那一刻 我的修为 与身体的强悍程度 作为基本的 或许会爆发一倍 或许两倍 或许十倍